夏天为大地带来美佩 不是,是雨水 因为我们要到地处珠三角 贫霖南海 所以有显著的海洋性气候特征 就特别容易受到台风的侵詐 简单来说 就是三日买两日就大步雨 下雨真是很麻烦 不知为什么 每一次下雨 就有些人喜欢拿着这条遮柄 起势不断转圈 什么事啊? 天女散花 你搞到我身上湿了 虽然你们可能觉得自己现在很小清新 很浪漫 好像在拍台湾偶像剧那样 但是不得不提醒你一句 在我们眼中 你是这样的 有时候我真的很想提醒一下他们 趁地下有积水 不如倒下头照照自己的尊容吧 下这么大雨 我就肯定是急急走到室内 哎,谁知都是我太天真 外面下这么大雨都淋我不湿 谁知我一走进室内 我全都湿了 因为有几十个人在门口里 吞傘 过一刻 冷冷的冰雨在脸上 胡乱地拍 暖暖的眼泪跟寒雨混在一块 我实在忍不住 我说了一句 老友你吞到我 下雨呀,是这样的 下雨又怎样? 下雨可以无功德吗? 现在下雨就可以偷我的傘了吗? 每落一次我就不见一把傘 不是为了买傘 我家楼都买了几层 现在共享雨傘都要收押金 你撤走我把傘 你招呼都不打声 打爆你呀 不过这些都不是最过分 最过分的是有人放毒气 你还咸鱼味呢? 你为什么不穿鞋呀? 下雨对鞋濕了 绝对脚不好的 你现在放出来很好吗? 大雨下过不停 衣服、鞋襪、连底裤都不干 那心情又怎样好才行? 在这个时候 又遇到那些无功德、无素质的人 哇,我立刻想发生梁潮毁 然后雨中大战一个挑十个 只不过我乃是一个斯文人 所以只好在节目里奉劝大家 不要这么自私 多点为他人着想 这样一来 就算是下雨 我们依然可以 最美的不是下雨天 是曾与你躲过雨的屋檐 那不是几好吗? 就像是东西那边 belongs个小影者 每个小影者都没说 希望我感到哪个小影者 我会变成什么 因为你感到可以 现在这种故事 我会变成什么 也没有什么 我会变成了 我会变成你的